嘿 大家好 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來 今天要跟你們繼續介紹的是Transformer Universe系列的第三款 也就是我購買的第三款的這個Transformer Autobot的Sunstricker Sunstricker它的造型在這邊白癡也看得出來 它是一部Lamborghini Lamborghini的車種基本上我是不清楚 因為我沒有買過它 因為買不起 因為它超貴的 可是呢 就以一個Lamborghini的造型來說 我倒是沒有印象說它有一個Engine Intake在它的車頂上面 因為說起來呢 儘管說它的造型看起來並不只能討厭 可是呢 在我們習慣看到的Lamborghini的印象裡面呢 它倒是沒有這個東西 而是這個樣子而已 所以呢 多了這個東西呢 就個人來說啦 就以車子體態或者是機器人的心態呢 都是有一個稍微有一點小多餘的一個附加的一個東西 那個 可是就以它東西喜不喜歡呢 就完完全全看個人啦 好 不管怎麼樣 它呢 在當初在商店裡面出來的時候呢 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買下它 而且也沒有想買它的欲望 OK 而是後來看到幾個介紹它的Video之後呢 覺得說它基本上在造型變身過程或是各方面呢 都有讓人家感覺到一些意外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造就了我終於 所以 呃 決定的把它買下來 作為個人一個收藏 以及跟大家介紹的一個玩具 好 不管怎麼樣 它是一部黃色的一個Bumblebee 當然啦 看到一個黃色的車子 你自然而然會想到Bumblebee 可是它不是 因為它是Sunstricker OK 好 可是呢 儘管如此 它是一個黃色的程度 顏色非常深的一個 那個Lamborghini的車子 而在後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車牌呢 寫著We are 84 也就是說呢 它是屬於一個初期的變形金剛的一個角色 所以呢 在車牌這個地方呢 它才有這個We are 84 我們是84 意思就是說 它是84年代的變形金剛的一個玩具造型的一個角色 所以呢 這一點我很喜歡 OK 呃 再加上說它有車牌 所以呢 很棒 因為也有很多變形金剛的那個玩具呢 那個玩具呢 比方說啦 手邊這邊剛剛有一個 Activated Bumblebee 後面呢 是沒有車牌的 很多的這個變形金剛的玩具呢 都是沒有車牌的 所以它是有一個車牌在後面 所以非常非常的尬意跟喜歡 把車子翻到底部來看的話呢 哈哈 完全的就是曝光了它的手啊 腳啊 甚至是它的武器的地方 不過呢 這個是在預期之內 所以呢 一點也不會覺得驚訝 誒誒誒誒誒這什麼東西啊 好 既然這樣子呢 我們就來稍微介紹一下它變身的過程吧 首先 先把它這個多餘的Engine Intake呢 把它給拿掉 因為呢 呃 它待會有它的作用 不過這個待會再做介紹一下 接下來呢 是第一個步驟 呃 也就是要把它門打開 而它的門呢 非常非常的近 OK 所以呢 我盡量在一個 沒有把玩具弄壞掉的情況下呢 把門弄開來 咦 居然比我想像的還挺單耶 可能是因為我 可能是因為說我動過它幾次之後呢 它已經變得比較鬆一點 也沒有像之前那麼的緊 我第一次在弄這個門的時候 我差點以為說我要把它弄壞掉了 把門弄鬆之後呢 接下來是把它轉到背部的地方 也就是尾巴 就把這個兩個 這個整個tail section呢 把它整個的 移開來 移到旁邊去 OK 接下來呢 就是搬到底部來 這個我剛剛忘記講了 它跟那個Universe的Prow一樣 它能夠把它的武器呢 給儲存在車底下面 可是Prow的那個武器呢 那把槍呢 儲存在底下之後呢 是非常非常鬆的 換句話請稍微彈一下它就掉了 可是它的武器呢 也同時造就了它的一個 排氣管的一個造型 是非常非常緊的 所以呢這點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所以呢先把它們拿開來之後 這個到時候就變成它的槍枝了 好 先放旁邊去 把它移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整個車子的後盤呢 後面呢 後方給把它折開來 這個呢 跟眾多的變形金剛玩具的變身 過程是一樣的 甚至於連Prow的方式也是這個樣子的 好 再把它轉過來之後呢 把整個車尾的地方分開來 相信你也知道說這個是它的腳 OK 把它轉到前面去之後呢 剛剛這個車尾的地方 VR84這個地方呢 頓時間變成它的一個護膝在這邊 好 接下來呢 是把它腳的部位呢 給拉出來 很多人呢 會蠢蠢的說 這樣一直去摳它 不好拿 沒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地方呢 圓圓這個地方呢 有個凸起來的小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一壓的時候呢 腳就出來了 這個呢 能夠幫助你很快的把腳給拉出來 另外一邊當然也是一樣的 這邊啦 壓 好 腳就出來了 然後再把它轉到前方 下盤的部位呢 就是算是這麼結束了 再把鏡頭稍微攤高一點點 好 接下來是車頭的部位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 手的部位呢 稍微移鬆之後呢 把整個車頭 拉 往前拉 拉到這個角度來 之後呢 它的上半身 也就是手臂的部分呢 的變法呢 跟這個 Generation One Classic的 Bumblebee的變法呢 非常非常的雷同 首先呢 是把它輪子呢 往內 翻 翻到裡面去之後呢 兩邊都是 輪子現在的角度呢 只是朝內 而不是朝外 接下來呢 是把它門上面這個 板子呢 整個折180度 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整個往上 為什麼往上呢 因為它這個 整個車頭呢 會把它彎下來 變成它的一個 背部的地方 到這邊的時候呢 剛有一個地方 忘記提了 就是車子前面這個 下面這個黑色的地方呢 要把它扳開來 為什麼呢 方便它扣到它背部去 Cut 一下進去了 再來把手的位置呢 稍微調一下 接下來呢 是個人認為說 讓我跌破眼鏡的地方 也就是我沒有去 期待說 它有一個 連續變身動作的一個 功能 也就是把它 剛剛整個車頭蓋的地方呢 往 順時針的方向 180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變化 投出來了 而且它的天線這地方 也同時打開來 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屌的一個功能 讓我頓時針對它 愛不釋手 愛不釋手 應該怎麼講啊 你們教我吧 好 SUN STRIGGER的這個 變身過程呢 基本上到這邊呢 也可以說是到一個段落 也是結束了 而 剛剛在它車頂上 這個 engine intake 這個東西呢 現在呢 我們則是把它卡在 剛剛車頭這個部位 朝上 讓它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造型 幹什麼呢 完完全全不知道 因為像我講的 它是一個多餘的東西 而剛剛這個 排氣管這個地方 拿下來這裡呢 頓時間你可以把它放在 手臂的部位 變成它一個 手上的一個武器 啪 所以呢 SUN STRIGGER的造型呢 像我說的 讓我覺得 感到非常的意外 而它居然有這一些的功能 以及變身完之後的一個造型 而它的造型呢 跟UNIVERSE PROW呢 基本上呢 有異曲同工 而且兩個都有非常正點的一個 姿態跟那個 關節活動性 以及各方面的一些好處 而缺點呢 卻很難很難去找到 太多的缺點出來 所以呢 當然自然而然 它就成為我的一個 呃 蠻喜歡的一個 變形之金剛玩具了 好 啊 YouTube上面呢 居然有人無聊 嫌到說 呃 去找到它另外一個 變身的方式 換句話說 它是一個機器人 有兩個不同的型態 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重新把這個 後面這個東西拿掉 把這個槍 暫時先拿掉 只要把它的頭 轉180度到 後面去 整個下腰的地方 再轉180度 再把整個機器人轉過來之後呢 手稍微調一下 現在呢 它的胸口 已經不再是 車頂上面這個 這塊板子 而是 Lamborghini的車頭 居然還有人 能夠想到說 有這樣的變化的方式 而手的部位呢 基本上你也不用去 在乎是 左手還是右手的圈頭 因為它就是一個 這麼黑黑的一個洞 所以呢 也很不太容易看得出來說 是左手還是右手 這個 倒是也非常的 讓我去 surprise說 它居然還有這樣的一個 呃 呃 變身的那個型態 OK 所以自然然給它 加換了不少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Universe的 Sunshaker 文